这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借鉴新能源政策 好 再见 谢谢你 湖北的马先生 湖北马先生是个电视观众 那么和平博士 刚才两个听众的观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是浙江的王先生对于说 先发展后治理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他反对这样做 另外一个就是说湖北的马先生 赞扬了奥巴马总统的新的能源政策 你对他们的发表意见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这个这样王先生的观点很正确 因为这个先污染后治理 是和西方走的一条一个趋债的路 就是说这个污染了之后 然后在这里成本很高 因为美国这个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这个就是污染了土壤之后 通过一个超级基金来治理 花了3000亿的资金 那么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些污染一定造成之后 破坏之后这个损失是有些是不可逆转的 尤其是健康的影响 因为癌症啊这些像一些疾病啊 诊瘤啊这些目前国内都在升高 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有些是对了后代 已经操作了很多这个不可逆转的这种影响 所以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的一个教训 我们中国不应该走来走这个路 这是一个我很赞赏这个 王先生这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奥巴马人员政策 我今年上半年在接受一个国内一个记者访问的话 也谈到这是美国新政府采取一个非常一个 一个一个移民的一个决策 因为它起到一尸三鸟的作用 第一个是能够能够通过新人员的这些 那企业的发展的话 能够增加美国就业机会 因为美国现在趋于经济困难时期 那么很多像汽车啊钢铁行业都在裁员 新政府在新人员方面增加很多机会 这是能够解决目前的一个经济危机的一个 第一个一个措施 第二个是能够减少美国对石油的这个依赖 那么保证每个人员安全 因为美国你知道这个伊拉克战争啊 以其他美国在海外这些军事项 都是不是在和石油有关系的 就是保证每个人员安全 那么如果美国发展新人员 那么每个人员就可以较少的依赖国外的资源 这是第二个这个这个就是第二个这种优势 第三个就是说能够减少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对全球环境出去贡献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 那么我想把中国政府也也能够 能够能够能够起到一些这样一个这个 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有一些借金作用吧 那么刚才这个听众的胡威马先生呢 看来比较关心这个就是国际局势了 那么就是奥巴马这个新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在国会 也在讨论一个探官税这个法案 对吧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报道 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那么参议院现在还没有还没有表决 但是从这个一些民营就是一些独立的这种 调查机构这个民意测验显示 而美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支持这个探官税 您对这个探官税这个情况了解吗 这个探官税是国会最后最后大概三个小时就放进去 因为他需要这个一些重要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些支持 就是说因为这就是他差一票 就就这个这个这个议院就就就 就稍微一票才通过吧 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局势 所以最后三个小时的话才把这个探官税这个加进去 实际上这个探官税不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主要立场 也就主要意见 是国会有一些议员为了最后能够通过这个议案来加进去的 实际上这个探官税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因为而且这个探官税实际到2020年以后 才能够才可能才能有效 那个时候中国或者是发展国家 那个时候它已经有一些很多新鲜的产品了 而且那时候美国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落后了 有些产品已经被污染了 就是美国说不定还要为其他为了限制 不能出口一些污染 一些一些一些这个与探官相关的产品 所以实际上这个这个条约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对 好我们看现在这个线上有没有听众观众在这个等待 是下面是哪一位是黑龙江的吗 黑龙江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嘉宾谈论的是空气污染是不是 对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对 在中国污染的确实很厉害 中国的领导人对这方面他也不重视 真的不重视 江河污染的非常厉害 空气也是尤其上大城市 什么济南啊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那乌七八糟的 可以这么说 江河可以说污染的叫黑叫黑的 这里国家领导人也不作为呀 几乎是百姓的生存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好的状况了 真的 好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了 好谢谢你 黑龙江的唐先生 那我们下面接一下黑龙江森先生的电话 黑龙江森先生请讲 你好 嘉宾你好 你好 我应该我感觉很遗憾 就很遗憾过去我们三十年 我们在东美的清洁能源合作上没有什么实际上的进展 可能在今后二十年当中 我们中国的GDP还会GDP还会增长 城市化进程还会增加 可能中国的城市人口还会要增加 这个面临更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 其实就有就就我看来的话 其实全球全球大概全球大概有七十亿人 而真正排放二氧化碳的可能就是七亿人造成的 他们每天都在过那种富豪的生活 他们坐汽车 他们乘坐飞机 他们用自冷系统 这无时无刻不在排放二氧化碳 不能说就是中国 中国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的问题 世界上怎么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吗 因为美国人现在排放了二氧化的非常多 每个人他的平均每个人能排放十八吨 是我看到数据 欧洲人排放九吨 而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高的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两吨到三吨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非常低的数字了 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 但我们我们合起来是排放的要比三大国家可能有多有少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种进程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就应该增加合作 而东美更紧密的合作将会逐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谢谢 好 谢谢你黑龙江孙先生 以上这个黑龙江的两位这个听众观众呢 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那么黑龙江唐先生主要是批评政府不作为 对于这个污染的情况 那么黑龙江的这个孙先生 谢谢你黑龙江曾经